百人巨型红丝带 宣誓让艾滋归零 今天是世界艾滋日 昨天有上百位志工 在台北地标101大楼前 排出巨型红丝带 呼吁民众重视艾滋防治 大家齐声喊口号吸引民众注意 也宣示对抗艾滋的决心 Zero S Living with HIV OK 就是希望让艾滋归零 让艾滋归零 掌声鼓励 年轻人也用行动支持 年轻族群从15岁到24岁 这样的年轻族群的艾滋的感染率 其实是升高的 那身为全球最大的学生组织 也是台湾遍布15所大学 全台湾的学生组织 我们希望能够投入这样的社会议题 真正的付诸行动 歌手杨培安也担任艾滋防治大使 为12月3日的艾滋工艺演唱会暖身 全台艾滋感染人数已经达2万人 去年青少年感染率成长13.3% 防治工作刻不容缓 拒绝艾滋 请专情使用单一性伴铝合保险套 炒饭用套套 不怕艾滋到 有用有健康哦 动新闻都是为力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